台北市警方掃毒又有減獲 这一回是锁定一名竹联邦红人会的分会长 他涉嫌吸收守地 采取着公司化贩毒 这位警方眼见时机成熟 缤纷多落将12名嫌犯一网打尽 新北市永和的乡洞内一名蓝衣男 刚把机车车厢管起来 准备一前一后两名便衣刑警 团团包围让他插翅南非 来我先查透这些东西 这台机车可不简单 车厢就是个小型仓库 里面摆满毒咖啡包 立刻被刑警们查扣 那我们现在警方出示居票给你 现在几点几分 11点05分 我没有干嘛 镜头来到新北市板桥区 一名黑衣男被夺名刑警 在车前压制 还嘴硬大喊自己没干嘛 不过他可是命毒犯 这座毁力可以开 来到套房门口 所将试了又是好不容易才把门打开 原来这所不是防小偷 而是防专业人士 会这么小心 就是因为里面 可是毒品制造分装厂 时间往回推到6月12号 警方长期跟肩后 缤纷多路到台北 新北花莲等地 带到12名嫌犯 而这贩毒集团分工明确规模庞大 就像一间快递公司 采取一条龙式 从购买原料到贩售 有工厂仓库 仓管人员业务快递 每天更有2000到4000块钱的薪水 走在最前面的严姓竹仙 有杀人未遂 伤害毒品等前科 是竹联邦红人会离的分会长 出入都开豪车 躲在刚租三天的套房里 制毒 以为透过公司化贩毒 可以躲避追气 但还是招待 警方也会持续向上溯源 不法分子一个也 别想逃过 记者王云君陈佳明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